我是20号的大概中午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 说我核酸是阳了 第二天的下午就转运走了 坐了那个集中的那个大巴车 到了国家会展中心的那个房仓医院 从2月26号到5月1号24点 上海这一轮新冠疫情的治愈出院病例 有36,515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有376154例 我们联系上一位出仓不久的康复者小猪 听她说说她的故事 小猪告诉我们 她一直很小心地坐着房户 连东西也很少买 但是病毒的传播性实在太强 最终还是被感染了 就在前几天我还在想 到底是怎么传染上的 有可能是隔壁阿姨传染上 也可能是物资传染上的 都有可能性 而且老小区嘛 那个楼灶其实通风不是很好的 我觉得也有可能性的 那天是居委通知我说 在我们小区的哪一个门那边 等那个车过来 它应该是借掉的那种公交车 然后搭配车上面好多人 居委告诉小猪 他走了以后 有人到他所居住的楼道进行消杀 不过没有进他的家里 小猪去的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 是上海最大的方舱医院 共有大约5万张床尾 它其实跟集中隔壁点相比 还是蛮大的 唯一的一个就是 他洗澡跟上厕所都不是很方便 但是后面就 后面就有可能就有点习惯了 有聊天 聊很大时间 然后我之前还怕 那个方舱里面网不好 提前下下的一些网剧 有那个跳舞的版本 其实是自娱自的很多人 其实就是躺在那边上手机 小猪在方舱只住了5天 就成功出舱了 但他并不是完全没有症状 在养之前的3、4天 我有发地烧 然后有呕吐 呕吐一天 发地烧发了一个晚上 然后后面就是咳嗽 然后喉咙有点 现在喉咙其实还没有完全好 小猪说 方舱医院有发药的窗口 患者可以对医生描述症状 领取相应的药物 每天也都会做核酸 但时间不固定 他在4月22号核酸就转阴了 又继续观察了几天 持续阴性之后 在4月25号 小猪出舱了 在4月25号核酸的公交车那边 他在每个街道的固定站点下车 然后街道会在固定的站点去 连具体的人到具体住的地方 最后出院他会有三个东西 一个是叫出院小猪 一个是叫核酸的一系证明 还有一个叫解除隔离的什么通知 在方舱里 小猪有过忐忑 有过不安 但是也感受到了许多温暖 在他阳性后安慰他的居委会工作人员 被安排到相邻床位的老夫妻 转阴后仍留在舱内工作的志愿者 还有送他们出舱时 恭喜他们的大白 他说这次经历教会了他珍惜 珍惜到下吧 虽然说一直在家里面 好难受我想出去 在那边我就想回家 回家干啥都好